一些觀眾朋友可能會比較不清楚 你剛才說電葫蘆 爐渣 到底是什麼 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大家再做回來討論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說 代曜辛跟重金屬含量最多最多 換句話說用通俗話說最多的 第一多的就是電葫蘆燒出來 這個集成灰 電葫蘆呢 就是所謂的煉鋼廠 在煉鋼燒出來的那個灰塵 或者是說一般那種 你把那個拍檔鼓下 以前早期都很多 在收拍檔鼓下 收收的 譬如說你這個廢鐵 廢五金 要再讓他還原成原本的金屬 所以很多中小型的工廠 都有這種電葫蘆 全臺灣從北到南 東部的人比較少 西部幾乎都是這種工廠 這種燒出來的集成灰 所謂的代曜辛跟重金屬含量 是最多 最毒的 再來就是焚化爐 就是一般垃圾焚化爐的 這個燒出來的飛灰也是很毒 但是比這個集成灰稍微不那麼毒一點 再來就是電葫蘆 剛才我們說的 所謂的這個斷金 斷鐵的這個電葫蘆 還有煉鋼的這個爐渣就是剛才 黃老師說拿的那個 還有所謂的焚化爐的爐渣 這個也是很毒 可是含量沒有那麼高 那換句話說 很多集成灰呢 可能會掉到這個爐渣裡面去 結果爐渣會去偷偷 偷偷偷 就把這個什麼代曜辛 重金屬 都吃這麼下去 我們再來吃這個爐肉 結果我們就都對了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爐渣 另外小罐那罐是什麼 這罐這就是集成灰 那就是集成灰 這就是要求毒的這種 這就是粉末 粉末業者為了方便處理 所以就把它造化 就變成好像一粒一粒的 這種你只要看到像這種一粒 遠遠的咖啡色的這個 這個一定是集成灰 那集成灰 你去檢測重金屬 跟檢測代曜辛 一定百分之百 一定這都不用檢測 你只要看到 這個一定超過土壤管制標準 是 啊這個有沒有關係 這個 這個就比較不一定 就是說有些業者 在丟電斧爐渣的時候 就夾帶著把這個集成灰 順便丟出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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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也透過整個 那個我們的光纖連線 我們本來今天要到高雄攝影棚 去開節目 不過後來黃老師可以來台北 我們再透過整個光纖連線 來去訪問一下 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李根正 李老師 他對整個大高雄地區 目前整個污染的情形 也非常熟悉 李老師我想請教你 今天爆發的是所謂的大平頂地區 大寮鄉的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大澳星壓的這個事件 但是除了大平頂之外 還有多少受污染的地方 事實上整個台灣的這個 代曜性污染的問題 絕對不會只有這一件 因為整個台灣的那個事業廢棄物 一年大概產出 1800萬噸這麼多 那其中有毒的事業廢棄物 高達180萬噸 那更荒謬的是呢 大概真正能夠妥善的處理的比例 大概不到30% 也就是說我們的環保單位跟工業單位 其實都很清楚 台灣每一年可能有超過120萬噸的 有毒的事業廢棄物是到處亂丟的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到說 很多的公共工程就挖出一堆的 這些那個工業廢棄物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前一陣子這個 桃園的航空貨運區 挖出1萬立方公尺的 有的事業廢棄物 西兵快速道路在施工的時候呢 挖出28萬立方公尺的 這些有毒各式各樣的事業廢棄物 那所以呢事實上 這個高雄地區的這個污染事件 絕對不會是單一的 因為這長期沒有辦法管控 那我再舉一個數字來跟大家說 這是民國2003年的時候呢 我們在立法院為了追蹤 台灣的有毒廢棄物 到處亂丟的情況 那經濟部工業局提出了資料 他提出的資料是什麼呢 當年度他估計 這個每一年產出的 事業廢棄物有毒的 191萬噸 然後呢 真正能夠處理的比例 只有23萬公噸 也就是全部都是亂丟的 那這裡面 我還提出一份就是那個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提出的資料 那這邊有一個研究員指出說 每一年如果 這些120萬噸的這些有毒廢棄物 要找地方埋的話 大概每一年都需要 50公頃的土地 50公頃的土地 那就是什麼呢 大概7、80個足球長那麼大 然後呢堆疊2.5公尺 那你想想看 以台灣這種地狹人稠的土地面積 怎麼能夠農納這麼多的事業廢棄物 所以很清楚的 他一定會到處亂丟 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去 是是是 就像剛剛李老師所說的 然後這個污染的情形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可是我們這一陣子 其實除了所謂的代曜性之外 我們也聽到什麼 拱污染 葛污染 各式各樣的重金屬污染 當然代曜性之前被稱為叫做 世紀之毒 究竟如果說我們吃了這些毒鴨子之後呢 人體會怎麼樣反應 有沒有方法解決 我們來看看世紀之毒究竟有多毒 住在石化廠旁邊的老阿嬤 攀卵床上全身無力 醫師在他的嫌疑裡頭 撤出代曜性濃度超出標準的五倍多 而這位要靠鼻管衛士的阿伯 也因為吸入過多鋼鐵工廠排放出來的廢氣 中了世紀之毒代曜性 也只能靠藥物控制病情 無色無味的代曜性 只要燃燒廢物垃圾都會產生 不但毒性強 也很容易累積在動物的脂肪中 讓孕婦生出雞胎 甚至造成惡性腫瘤的發生 一公克代曜性 幾乎按照這個推算起來 可以毒死1666人 代曜性真的很毒 必須經過42年的代謝 才能完全排出體外 以是提醒代曜性進入人體的途徑 九成是來自食物 包括含有代曜性的魚類 肉類和乳製品 避免的方法 只能盡量少吃內臟和高油脂食物 但是我不想就是 委員聳聽 但是我們也不想粉飾太平 就是說高雄大寮 代曜性壓這個事件 大家會嚇死 可是是真的只有這個事件 還是只是冰山一角 這個事情很明顯 只是冰山一角 那其實這樣大寮這種地方 他就是在都市的邊緣 最容易被亂到廢土的地方 那以前我 我在一九九九八年 當服役的時候 海軍陸戰隊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營區 就是圍繞的大平頂 那我們常常每個月會有一次的夜行軍在那邊走 整個腳下 整個駱駝山大平頂 駱駝山那附近 整個腳下全部都是廢爐渣 那甚至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蠻可怕的 我們這個營區的營用水 就是駱駝山清水岩的山泉水 所以其實那個水是非常毒的 國防部也應該要開始來處理這些營區的 這些士官兵的一個健康安全的問題 那我當時在服役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的那個山就被挖下去 挖得非常深 就是稻采殺死 之後再把廢棄物填進去 那一層一層填 填到又平了 那又開始養鴨 或是種鳳梨 很多人去服役官役 在鳳山 他們也是行軍就會走 走那附近 也是很多鳳梨田 那個下面的很多東西 其實都非常的可怕 那我們現在不是說 跟大家講說 鴨子鳳梨不要吃 每次有這個問題出現 羊 大家說不要吃羊 牛就不要吃牛 可是其實我們這些食物 一項一項的 其實問題都非常大 那我們關心環境保護 不是說整天要去阻擋 這些工業的發展 像中科士企 今天區域計畫委員會也通過了 這些的工業污染 其實真的是關心到 我們的每個人的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 所謂的那麼嚴重的污染事件 真的大家要學習說 不要以為說 我們現在的技術標準 是可以所謂的控制住環境污染 這件事情 很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他會用其他的形式 他會用其他的形式 我們才會知道 阿會去撞到污染的圖 然後才會污染到我們人體 然後人的真的是 不要太過於自信 要謙卑一點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戴耀心毒鴨的事件 究竟我們可以看出什麼事件 除了毒鴨之外 還沒有沒有其他受到污染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三四年前 黃焕章 曹瑞光等人 就開始發現台南地區的 爐渣 黑白亂土 這是在台南 這件事情 說實在可以說是 臺灣的一個典範 但是也可以說是 臺灣的一個悲哀 典範是在於說 民間自己把這整件事情 爆發開來 挖掘出來 那但是悲哀的是說 為什麼是民間 而不是官方 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08年的時候 發現高雄大寮 七處空地堆滿了爐渣 然後附近有養鴨場 也種了鳳梨 09年9月的時候 環保署去會刊 過了三四年 然後疑似有帶要心重金屬 需要抽樣檢查 09年11月6號的時候 環保檢測報告出來的 說超過標準五倍以上 然後呢 環保單位呢 在11月7號的時候 查核管制鴨肢 9號10號的時候呢 農委會用一斤39塊錢的 價格收購 撲殺了9000多隻 將近1萬隻的帶要心鴨 然後呢12號採集土壤 發現吳郭瑜 恐怕也會被污染 然後現在是包括大平頂駱駝山 哪些東西呢 鴨 吳郭瑜 還有鳳梨 我們還是先回到比較基本的 黃老師 除了鴨 我們現在百分之百確定 受到代曜性污染超出標準值五倍以上之外 鳳梨吳郭瑜有沒有 吳郭瑜可能要等環保署的檢測 那我覺得吳郭瑜的話 也許重金屬可能會有重金屬 我們等待環保署環檢所 趕快做一個